- 哇有機會了 - 這一棒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 飛行距離還蠻深遠的 最後是路在的缺打強角邊 這個時候先來 已經繞過三壘要準備回甲本壘了 來得及嗎 來得及沒有問題 這樣比賽就此花下句點了 余勝劇 擊出聯盟第400支的再見安打 讓富邦在12局下半以8比7 立刻熱天桃園 拿下了下半季的第一場勝利 余勝劇在重要的時刻 跳出來當功臣 雖然前一棒的短打互送沒有成功 但余勝劇說 我只用長打來定勝負 沒錯 剛好陳凱倫的腳皮也快 所以連續到了三個壘包 這棒球就是這樣子 這也是富邦暗將 在今年球季 第三場以再見安打 拿下勝利的比賽 下半季的第一戰 雖然第一場比賽 打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辛苦是值得的 沒錯 12局下半余勝劇的再見安打 讓他成為這樣比賽的制勝英雄 8比7 富邦在主場拿下勝利 第2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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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粉絲朋友 看完影片後 記得點擊旁邊的圖案 訂閱頻道 訂閱完後呢 記得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 我們每一個麥卡貝的精彩影片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